我们现在开始进来的这地方 左边大家知道是基隆的火车站的北口 立法人蔡世英陪同基隆市长林又昌 向故宫博物院院长吴密查等来宾进行导览 2022城市博览会最后一天 参观人潮持续涌进各展区 蔡世英表示 春博会就是林又昌市长翻转基隆的最佳证明 对于民进党中央军队会决定将征召他参选基隆市长 蔡世英强调将接棒继续带领基隆前进 过去这几年来因为有又昌市长 所以让基隆做这样的一个改变 昨天选队会建议征召适应代表参选下一届的基隆市长 市英在这边要感谢选队会的我们的召集人 蔡英文蔡总统蔡主席 还有我们选队会的各位成员 更重要的我要感谢我们市长的推荐 基隆市民的推荐 让市英有机会能够继续在又昌市长的基础下 为基隆市民而努力 我们接棒一起加油 基隆市长林友昌则指出 蔡世英是延续基隆建设的不二人选 他不仅是公都盟评鉴优秀立委 更与他一样具有都市计划专业背景 他对蔡世英有信心 也对未来基隆进步有信心 我觉得蔡世英是不二的人选 也是能够接棒我把基隆的一个建设跟改变 这个延续下去最适当的一个人选 那基隆在我主政之前呢 国民党主政了数十年 但留下的是基隆的残破 那在我执政之前十年 基隆市的负债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是年年举债 在短短十年之间举债超过了一百亿 但我执政之后呢 不只把基隆市的负债 从过去的负一百二十四亿多 现在降到不到七十亿 另外负债的比例也从47.36 现在降到不到百分之三十 我想城市有非常大的一个改造跟蜕变以及重申 但我们还把过去国民党遗留的债务 把它做了大幅的一个解决 我想这个就是执政的一个能力 那化不可能为可能 这样子的一个未来性 我想一定必须要延续下去 那蔡司英委员呢 是我们公都盟所评鉴 在立法院里面表现非常优秀的这个立委 所以由他来接棒基隆的一个市政 在我后面呢 继续把已经破坏好的这个蓝图跟院景 把它延续下去 那我对蔡司英有信心 然后也对未来基隆的一个进步跟发展 有信心 对于辩论会议题 蔡司英也做出回应 没有所谓谁下暂贴 谁不下暂贴的问题 我们很期待媒体 就相关的议题 能够彼此的讨论 这也是让市民 更加的了解基隆的发展跟进步 我觉得基隆的发展跟进步 就是要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论述 以及让市民来看到 我觉得这次基隆人最值得骄傲的一个地方 至于年底选战最大挑战 蔡司英表示 就是不要让基隆再走回头路 他会在林佑昌市长创造 有史以来最好的基础上接棒 继续努力 因为林佑昌创造了一个基隆 有史以来最棒的 这样一个执政的成绩 但是因为做一个基隆选出来的立委 也是唯一的一席立委 我们的工作就如同刚才市长讲的 接棒又昌市长 继续在基隆的努力 而不是让基隆走回头路 所以我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不要让基隆走回头路 不要让基隆走回头路 这就是蔡司英最大的挑战 记者张旗潘基隆报导